上禮拜有說你有買的,我要買的耶 我知道是在靠雙 我認識到你,不是在靠雙 各位同學 你們點出我的規復放在這裡 我要換 10點可以換加值100元 哪有那麼爛耶 不爛耶 大概是花七八個 七八個也可以,要少水母就喝 我不可以賣,帶上來啦 修益 你會去台北是不是 有時候吧 我會去台北來找你對不對 還是你來找我對不對 好 來,我們講一下 上禮拜我們講到電子學 現在還複時而已嗎 沒有,台北 好,對對對 還有你的作業 我們最後改完之後 放那個夾裡面進去拿 然後這次 教教作業的人 有稍微多一點點 而且起來不錯 請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加油 還沒教過作業的 搞什麼鬼啊 對啊,搞什麼鬼啊 為什麼都沒教作業啊 再不教的話 不要再釣給想像 我認我們 OK 我認我們可以換小老師 為什麼 我認我們可以換小老師 小老師 我常問小老師 趙東做得不錯啊 沒事,為什麼把趙東換掉 還是習慣 對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或者是法別人 他們可以管注意啊 或者他還可以吃到好嗎 那個,簡單來講 只是簡單來講 其實子虹提議罷免小老師 那有沒有通過 沒有 都注意 全數 沒有注意 那就沒有辦法 好 那個 我們繼續一下 我上次講 如果有誰可以破解 我上次講的 有一個錯的地方 在我這邊講到那個點 你們都可以來破解 破解就獲得一大點 所以他們就會怎樣破解 是子虹嗎 如果子虹很快 沒有 你們都沒有人找到討論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講新的進度了 來,右手定則 記不記得 記得 右手定則 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話 是什麼意思 這樣的話 再加他往直 這是你的 直接流到下 這個是什麼方向 前轉方向 時長的方向 趨勢 好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電流 向外流 向外流的話 我們就中間畫個點邊 然後向外 向外流的話 次長方向是不是這樣的 你一直在旋轉 是不是 對 然後北邊在哪裡 北極在哪裡 這次長方向北極在哪裡 這次長方向北極在哪裡 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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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任何一個地方放個自北極上去 它都會指向這樣的 它會指向時長的方向 趨勢 北極的趨勢 箭頭方向這樣子 表示這箭頭指向北邊 它北邊無所不在 是指向時長的方向 好 那我如果說 這是一個線圈 是一個窩線圈 電流流進去 我說 假設這個時長 這個電流方向是這個方向 這樣知道的話 時長往那邊 時長往那邊 假設這是什麼 這是北極 北極的趨勢方向 有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我告訴你 這是北極的方向 這邊告訴你 北極是無所不在 因為它有 它都是朝向 對 這個很清楚 在這個窩線圈裡面的趨勢方向 都是朝向這邊 對吧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窩線圈的這個地方 就是北極 ok 這樣清楚嗎 好 我們都複習完畢 繼續下一個階段 好 看起來很快沒有機會 拿到那個太大點 好 假設喔 假設那個磁場 好 這個代表磁場方向 我中間呢 如果有一個線 一個導線 導線通過電流 通過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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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時候呢 這個導線的磁場方向 是這個方向 你說素食證地磁場很難看 這樣了吧 不是 我們手發 我說 我們手感掉喔 左手感掉 就會忘記了 我們那時候 到朝的那個 到朝的那個 他第二方看的 就是上面會知道 所以我們把 擺過來看喔 我如果從正前方來看他的話呢 正前方來看的話 這個導線 是不是 點爹跟剛剛一樣 嗯 是往前的嘛 往前的話 所以他的磁場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請問一下 這根導線 他的磁場是不是有些跟他很順 有些跟他是膩的 是不是 對啊 對吧 所以假設這個導線 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會想要往這邊移動呢 他會受一個力往這邊移動呢 還是受一個力往這邊走 沒有 因為他有去逆方向的磁場 對不對 他希望移動去減少逆方向的磁場 不是這樣嗎 譬如說 我們把一個東西是什麼 哪裡 磁場 我剛剛不講磁場 磁場是1 譬如說我現在有個磁鐵 我們看得見嗎 他有兩個磁場 他有兩個磁場 沒有兩個磁場 右邊 右邊 這個藍色的磁場是這個導線所形成的磁場 對 白色的是我們外界給他的磁場 對不對 這東西就會產生一個趨勢了 這個東西會受到一個力的作用 他會想一個趨勢 可是趨勢什麼 我們講一個趨勢 譬如說這個磁場 他的趨勢是 向下落下來 下降落下來 因為在這邊的能量比較高 他落下來的時候能量比較低 對不對 我們都有想要往很低能量都要跑 所以這導線也是一樣 他這時候有受到一個趨勢 他受到一個力量 他往下移動嗎 往下移動很好 對 因為他十一線是N的 就是做十一線就是N的直立線 對不對 哪個 就是導在他上的直立線 導線直立線怎麼樣 我們都是N直立線 沒有這個N直立線 沒有這個N直立線 這個是無所不在的 沒有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上面的格是N直立線 你不能說 他這個導線的無所不在的N直立線 你不能說他都是無所不在的N直立線 會不會說他都是無所不在的S 是吧 所以如果當你說他是都無所不在的N直立線 向下C 那我當他說 那我不行 我放個角度想 他都是無所不在的S 他就向上C了 阿爸 阿不是 你之前說 你之前說 實力多重N跑出 對 實力多重N跑出 實力多重N跑來 他說 他這個實力多重N 他這個N 他這個N 那你給說 你說重N跑出來的一個實力多重N跑進去 他沒有說 嗯 哪一個點 對啊 他並沒有哪一個點 說這個邊是N 這邊是S 這邊是N 這邊是S 它是實力多重N一直在循環 可是你也看到說這是C線 我們這個導線怎麼樣的移動 是向上移動 向下移動 我們來先想一下 向上移動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改變它的動態 沒有 有沒有更順 沒有 向下移動有沒有更順 對 上下都一樣 上下都一樣 我們看 向左邊移動呢 不怎麼樣 對 逆的更多 對 逆的更多 逆的更多 是我們想到的嗎 蛤 不是齁 所以這導線想往哪邊走 你要把導線往右邊走 導線會往右邊走喔 你看導線如果往右邊走的時候 我們看如果導線移到這邊來了 導線移到這邊來了 導線移到這邊來了 他是不是所有的磁場 欸 我多花一條不可以喔 我沒有 他還可以多花三條 我再多花一條 這個導線是無所不在 這外面的導線無限多條 好 我畫幾條 我知道 趙聖先生 你要往齒利線 沒有問題 趙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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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跟在這邊 假設這是第一個狀態 這是第二個狀態 喔 狀態一 狀態二 就是這個分比 狀態一 狀態二 他喜歡待在狀態一 也喜歡待在狀態二 狀態二 狀態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穩定 對 門量比較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狀態一比較穩定 還是狀態二比較穩定 狀態二 為什麼狀態二比較穩定 狀態二 就是他的背跟下距離比較小 所以他不是順子長 他沒有逆子長 順子長越多 他越穩定 是不是 你看看 當我把這個磁鐵方向 他穩不穩定 他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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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都是逆子長 這是往外走的子長 這是往外走的子長 他非常不穩定 所以這個磁鐵 就會轉過來 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磁鐵就會隨便 就會順了 這磁鐵就順了 是不是 所以他希望是有順的磁鐵 他不希望有逆的磁鐵 逆的磁鐵的話 他不穩定 他就反過來 修益 我有問題 那如果這樣套的話 就是第一個 他有沒有可能不穩定 通常 兩個都想動沒有錯 那就看誰被固定住 所以先說 假設你是兩個磁鐵這樣 撞過去的話 他有沒有可能不穩定 都沒有力量控制到 他應該是兩個一起旋轉 所以兩個一起旋轉 又會有質量大 質量小的磁鐵 主力大 主力小磁鐵 就你轉的快轉的慢 那轉的快轉的慢 就又被吸回來 那如果你把它控制為兩個都一樣 然後他們全部的東西都一樣 一模一樣 那你放著 會不會再一直擦擦 有可能 有可能 你講的東西就像說 你有可能在這個尖尖的塔上 放一個石頭 那有可能嗎 容易嗎 重不容易 重不容易 不容易 當然你講的東西都有可能 但是不容易 你要注意到說 我撕過去的速度力量 大腳都一模一樣 然後碰到的時候 就開始兩個就開始旋轉起來了 很亮的頭 這樣很好啊 你講的沒有錯覺嗎 可以試試看 我講的是真的 可以試試看 那又拿到我們很精密的 對 好 那我們回來這邊 我們先不要令你回來這邊 所以呢 瓜哥提起 大家可以認同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想想看 這是另外的右手定著 當然我們四肢手手手 代表磁場的方向 當然我們大肚子代表的是 夜流方向的時候 你的掌心代表是受力方向 你看這個藍色的磁鐵 藍色的導線就是受力 往這邊推 因為他覺得很順 往這邊走 是個趨勢 可是他想說你換隻手 所以右手嗎 誰跟你講你用左手勒 對啊 白癡第一次 對 對 你要這樣走 可是 對 對 兩邊走都對 對啊 你往這邊走 就是膩的更多 對啊 我如果一定要在這邊來 我的所有磁場都是這個方向 這樣 這樣 不合理 不合理 這邊更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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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順的也變多了 沒有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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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沒有順的 沒有順的 他過來這邊就是因為沒有膩的 所以他過來 或是這邊就沒有順的 這樣子有什麼差別 這樣 他在這邊全部都順的磁場 他順的磁場 外面的磁場是向下對不對 對 這邊的磁場都向下 順的 對 所以不穩定 我懂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右手來比 這是一樣的 右手的概念 四根手走 因為磁場很多 代表磁場 那如果是代表電流 所以你的手掌心的方向 就是瘦力的方向 就會向一個立法 就會走 OK 什麼問題 有問題 電流會向右走 電流會向右走 來電流看右走 好 不是電流這樣走 電流那個導線 會設一個立法向右推 這樣清楚嗎 OK 好了 我們呢 回到子龍的那一集 子龍記 所以那就 沒有機會 給其他同學 一大點 但是我們還是給大家 一起來 小小機會 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導線 這是另外一個導線 這兩個導線 都是向上流動的一個電流 我們上禮拜講 因為磁場發生 然後我都說他分開 對不對 再仔細想想看 是這樣我講的對嗎 用剛剛解釋的道理 用我剛剛解釋的道理 解釋給我聽 解釋清楚的話 還是要給加 你說 解釋的道理 然後呢 指力導 他們電流都向上流 這兩個導 是相吸還是相似 想想看 解釋給我聽 不要講結果 解釋清楚的話呢 就加一大點 給各位十秒鐘考慮一下 快點 除了子龍可以上 除了子龍不能上來 現在他就可以上來 快點 十 快點 快點 你說不要時了 不要時了 不要時了 心想大家的思考 我已經解釋了 答案在這邊 電流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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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留在 這邊沒有外界的磁場 是不是在磁場 這兩個導界的磁場 是有老婆的消耗 對 因為熟 解我 所以他們這樣就會併成 然後這樣走 再講一遍 吃上 因為他們都是這樣走 所以他們可以變成這樣 然後這樣再回來 這樣子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 假設是向西 向西 然後假設他是向下 那你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他們都會往反方向走 所以會很強勢 OK 好 有沒有聽到他說的 等一下 是只有兩盲磁場嗎 是啦 是不是好像磁場 對 所以 上禮拜五 那上禮拜五 那上禮拜五 那我看過兩邊打 對 所以我就想說 怎麼會扣在一起 然後我上禮拜是 增量很久 但是你講說 會要請在一起 然後最後就 被人家思考 按照這個方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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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他只要扣在一起 他就有什麼方向 跟扣在一起沒有什麼 太大關係 就是他持一下 都會往這個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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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沒有其他人 來看你 好 好 他就在世界上 獨立無緣 好可憐喔 趙獨立無緣 我們陪伴他 下次聽一下 聽一下 聽一下喔 他的情場就是這樣 走 但是他會這樣 總在起走 這個鏡頭 這邊 但是這個是這裡 這樣 不一樣的方向 所以他 他會想要 比較順的話 他就 越靠過來 他就 越重點 就越 手 所以就是 好 其實他現在說法 跟你修好是一樣的 但是我希望你用 這個說法 右手定著說 用右手定著 用右手定著 喔喔喔 所以 你要家手 蛤 要家手 什麼家手 家手 家手不用 右手定著他一個 所以 蛤 所以你那兩條是電線 我以為是磁力線 導線喔 喔 我還以為你那兩條是磁力線 你不能很多次 你自己從那裡 說那兩個是愛 對不對 對 畫他的時候 我以為他真的是愛 就 電腦這樣 走 他手定下 手受到磁場 什麼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他受到磁場 有看懂嗎 同學有看懂嗎 可能呢 兩個都 應該會被手幫忙走 不不不不 這個導線 這個導線 所形成的磁場 在這個地方 是哪個方向 是像黑板 還是像外面 這個導線的磁場 在這個位置上 是向來邊 外面 向外面 這個導線的磁場 是這樣子的 向黑板 聽懂嗎 向黑板 那我的電流方向是向上 所以這樣磁場地向哪裡 這樣掌心方向 收入 所以這個導線的磁場 是一個方向的 對吧 那這個導線的磁場 是這個方向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磁場是向外 向內 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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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是向外 為什麼兩邊 它是向內 它在這邊的磁場是向外 這個導線在一個向外的磁場上 有個電流向上 這樣收個力氣向遠 收向左邊 這個導線 這剛出 對啊 這個導線在這邊的磁場是向遠 向裡面 對不對 哦 OK OK 所以同樣的 然後用右側墊子 就給解釋這兩條 是向西或向西 這樣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加一刀 一分之外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就像花花手 一開始相似 一開始相似 所以我唱一塊獎 其實也沒有完全說 對 一開始相似 但是 它會不會相似 而變得相似 因為這種磁場會彈過來 是的 沒有錯的 好 加三一點 所以 他一開始 這樣 什麼 你說他一開始 就像什麼 人畫在面上 所以我都覺得說 他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外來的力量去把 我摩摩那些 不關 外來的力量在哪裡 誰給他外來的 用手 沒有 所以 簡單來講 我簡單來講 這兩個導線 我的手導線 還沒通電 我如果通了 都是往那個方向電 一通電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三次 一通電會 我把身體扣回來 沒有 剛開始 剛開始 最開始 一通電會怎麼樣 我都沒有人給他力喔 會產生磁場 磁場一產生 那都是一瞬間磁 磁場一產生 他要產生磁 他就開始受力了 誰給他力 這叫做電池的交互力 電場跟磁場的交互力 有聽懂嗎 這沒有說我去推他一把 或拉他一把 或不是 就是當通電的瞬間 這個導線 產生了一個磁場 他們兩個都會有兩個磁場 對 這個導線也產生一個磁場 這兩個磁場 瞬間就會產生 這個磁 在這邊的磁場 一方向走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的磁場 在這個導線上 有磁場的時候 這導線又有電流 所以他馬上就受個力 這個導線又有個磁場 又有個力 又有個電流 他馬上就受個力 這兩個磁場就熄在一起了 就直接就熄在一起 這沒有誰去推他喔 沒有誰去推他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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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磁場 磁場的磁場的方向 有沒有提到的喔 所以你可以解釋一遍嗎 好 上來解釋一遍喔 你們還沒有解釋過想一想 你會不會解釋了 你會不會解釋了 他開始的時候 他不只是相似 他正外圍的地方 就是他越外圍的地方 他可能就變相似 而那邊他可以帶動 裡面相似的部分 往他那邊走 他想要相似嗎 ok 然後化妝就錯了 ok ok 然後勒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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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ok ok 好 好 這什麼意思 那條件是什麼意思 正常的就是 偷懷 所以 好 謝謝你 不要去想一個什麼手扣在一起 跟手扣在一起沒有關係 來 樓邊上來解釋一遍 好 樓邊上來解釋一遍 什麼 主要不要扣得那麼多 快點啊 快點啊 樓邊快點 樓邊快點 樓邊 仔細聽一下 樓邊 再解釋一遍 對啊 把手放掉 然後這裡原本 這裡是往前來 然後這裡就會塞掉 然後我們不想塞掉 我們不喜歡塞掉 所以我們就這樣就合併在一起 OK 盡量合併在一起 然後這樣就可以塞掉 OK 這個說法 就是我們小孩講說出現相似的那個時候 相膩的時候很影響 就像想在一起 在一起之後呢 它同向的直立線會越多 同向的直立線越多就越穩定 OK 這樣其實是可以的 好 阿妹同學講 上來試試看 好 兩條直立線就是不太準 同學我們給我都可以加一點 你說什麼 那兩條直立線就是不太準 兩條導線 這條導線的直立線是這樣子 這條導線的直立線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有直立線會相應的方向 可是那兩條導線並在一起的時候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卡住了 沒有卡住 所有的直立線都是這個方向 是不是都重疊了 是不是很順 所以我剛剛的直立線沒有卡住啊 沒有卡住 你是不是卡住什麼意思 就是 他就是 沒有調併到一起 兩條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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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換那個 我比較不喜歡這種動作 我 不怕他不喜歡你 好 他不喜歡你 好 這樣可以加一點了 好 好 把其他擦掉 好 可 好 用那個來擦 好 好 好 允許你 這樣才會切 他就是剛剛才能 跟真啊 變一切 他其實都要 他前面先把 好 好 他這個完全也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解釋說問題 好 對對對 好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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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中間那個 連線 就是 十七 拔了一個 我看不懂 這是導線 這是導線 這是導線的 向外 向外 向外流動導線 沒關係 沒有 沒有 我們也把他 他這邊先排斥 但是我們 我們看 我們看得多一點好 我們看得多一點 我們看得多一點 喔喔喔喔喔喔 我們是往這個方向 然後他這個 也從往這個方向 我 我要 我部分的話 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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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雖然裡面是 有些海色 但我外面看 方向性 但跟方向性 是一樣的 對 所以 這個方向 也是在這裡 然後 他這個 他這個電線的直線 對 對 所以 所以說 他這樣裡面是 那是外面那些 就是和 讓我們就 去那一個 這個磁場 就是讓我們 就 看起來相信 跟會來這邊 機會 好 但是 消息的力 是因為這樣子 消息的力 這樣的話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外面 磁場越弱 所以 你 一本就是說 我畫小一點 給大家看 這他磁場 對不對 裡面的很強 對 這個 子虹畫的有點小小的 問題是在於說 他畫的不同心圓 畫的不是同心圓的話 優點是你為了讓他 重疊而重疊 如果他 你他畫的不是同心圓 你會發現說 他的差別在哪裡 你再看一下這邊 好 這是另外一個 電導線 我畫的沒辦法 完全 同心圓 但是 盡力 對 對 對 你看喔 在這邊 所有的磁場 都是 相似的 對不對 這邊都是相似的 知道意思嗎 嗯 我一定要到這邊之後 我才開始會有 重疊 對不對 我這邊大概是會重疊嗎 這邊會重疊 是不是 那你認為 這邊的多 還是這邊的多 這邊的強 還是這邊強 所以他可以吸引他 是因為這邊相似的 擠開了 還是這邊相似的 把它推回來 所以我們很難去決定 對或不對 但是你去思考 這邊的 這條導線 產生的實力場 在這邊的時候 是向下 所以它向下的磁場 它這個電流是向外流 它是不是受了一個力 掌線的力度 會推 但是可以解釋它 為什麼會向這個力度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我們 這是第一個狀態 我們第二個狀態 假設這東西移到這邊來 這時候呢 是不是相似的變少 有沒有 只有這裡面變少 可是 同向呢 是變多了 我要找順向 對 順向是變多了 所以 它要在狀態一還是狀態二 你認為狀態一比較穩定 還是狀態二比較穩定 我狀態二 狀態二比較穩定 所以這也是解釋 為什麼要靠在一起 因為靠在一起之後呢 它們順向的磁場會變多 知道意思嗎 而不是說 一開始 因為順向 在外圍順向很多 所以它會把它擠在一起 你知道嗎 我們要從狀態一 狀態二來解釋它 因為要知道為什麼向A靠 OK 這樣知道意思嗎 OK靠 OK靠 它解釋得差不多了 好 下一次有機會請掌 好不好 這個已經搶走了 好啦不好意思 真的很不好意思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下一頁 所以我們講第四題 就已經說 右手的開掌定摺 我們講都是用右手 以前其實我們都國中很辛苦 我們都國中在說 什麼佛蘭明左手定摺 什麼什麼右手定摺 什麼佛蘭明左手定摺 左手右手定摺 那他還這樣比的咧 他比 然後你還記得這些手 這個是電流 這是磁場 這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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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記得住啊 哪一隻手指頭是帶著什麼東西 可能右手 用右手就有濃績 電流方向的時候 這是磁場方向 就是一個到圓圈的方向 對不對 這是磁場的時候 這是磁場的時候 這電流方向 就是一個磁場方向 但這是一個磁場圈的時候 這是北極方向 非常明鏡 所以後面都是同用右手 磁線圈 我今天複習的第二個點 就是磁線圈 我還在講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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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看書了嘛 你都不看書了嘛 這樣就有磁線圈了 磁線圈給你解釋一遍 他在門怎麼放啊 客氣 別客人 這是螺旋 螺旋 比較窩 那不是我 比較 這是螺旋 螺旋形線圈 一樣的意思 O感 O感 Ison 螺旋形線圈 大家清楚了嗎 如果這是一個螺旋形線圈的方向 北極就在這個方向 OK 第11題是個單極馬達 單極馬達很有趣 那就是那個磁性變形一直轉換磁性 就是因為變磁鐵一直轉換磁性 不對 那不錯 然後變磁鐵沒什麼 其實不錯 你講不是單極馬達 我現在講單極馬達 你們看過單極馬達嗎 沒 沒看過單極馬達 簡單來講 我現在畫個圖 什麼是單極 我現在畫 單極就是它只有一個磁性 正常的馬達 你看可不可以解釋的馬達 它有兩個磁性 正常的馬達 我們來解釋正常的馬達 它呢 這邊有一個磁鐵 這邊有一個磁鐵 是S 我中間有一個磁鐵 就是那個磁鐵 或是固捏的材質的一個磁性 這叫磁性 我旁邊繞線圈 好 繞線圈 假設呢 我繞線圈 是這個方向 電流方向是這個方向 當它成了這個方向旋轉的時候呢 這邊是不是產生N級 對 這邊是產生S級 對 這次方有什麼事情 它會擠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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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不會動 對啊 還是在中間 筆記這麼好 沒有 它會扭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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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不會是向這邊扭動 或是向向上扭動 這通常可以講 這我們自己也通常可以說 導遊的可不可以 一開始如果它向上扭動 它很窮 就有受不力 對不對 當它轉到了 轉到了這個方向 轉到這個方向的時候呢 一樣 這邊是NS 我先把移過來這邊 這是第二個 我們就不怕磁場了 這邊是N 這邊是S 好 這時候它會怎麼樣 在吸回去 它繼續往這邊吸 因為這邊很吸力 然後這邊N 這邊是不是把它吸過來 對 所以它繼續在轉對不對 好了 轉到下一個步驟 再把它回去 一個反過來的 轉到下一個步驟的時候 這邊是N 這邊是S 然後這是S 這是N 會發生什麼事 吸了 就卡住了 就不會再轉了 然後就吸住了 這樣就不會是電池了 這不會是馬達 那這時候馬達怎麼辦 我把電線呢 要反過來接 所以這電線呢 它是這樣一個接頭 然後我再給電子 所以它轉到一半的時候呢 轉到這裡的時候呢 它是斷線 它現在就斷掉 斷掉的時候呢 斷掉的時候呢 我這次 這家都電鎖啊 我這樣轉的時候 它是兩沒給電對不對 那我轉的時候 它再給給給給 給到這一瞬間的時候 它有沒有接通 有 就沒有接通 那一瞬間有沒有接通 重新畫一遍 好 沒看通 沒錯 我畫得不太好 我看我這樣 你這樣進去 我那邊就到了 你整個沒給給你 你快要進去 你不放心 你這樣進去 我不是不放心 你這樣進去 你這樣進去 為什麼會是 怎麼不然不會畫 畫不得 好 沒關係 這是一個圓圈 圓圈它旁邊有墊的地方是這樣子 這邊 這一塊 這一塊 就是軸心 軸心 軸心呢 我把這兩條導線先到中間來 然後旁邊給它接電的電刷 這時候呢 我的正部電是從旁邊給的 這種走的 轉到這邊的時候 當它轉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是不是給不了電 對 當它繼續往前轉的時候呢 反過來給電 它是逆向給電 有懂我意思嗎 那我如果把這個換成這樣 換成白色 大家可能比較清楚再說什麼 好 我本來白色是給正電 假設白色給正電 這條是白色的話 我電流是不是流進去 是這個方向 這是N級 這邊是流出來的電 流進去流出來的 這是復響 我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就不給電了 它是自由運轉 我到這邊的時候呢 正電給誰 正電給紅色的 對白色的是出來 變什麼 就變這個方向給電 這個方向給電 這個方向給電的話 是NS的倒轉 NNS的倒轉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我這邊 到這邊S的時候 這個磁鐵會被一個排斥力推過來 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這邊 還在變成吸引力 吸到這邊的時候呢 已經不會再動了 可是這時候 實際上我是斷線 我是進到這個狀態 斷線 那怎麼 這樣轉 怎樣 就是上面的 上個下位 我應該這樣好 這個是對應到這兩個圖 我知道 這個呢 是對應到這個圖 我還有第四個圖才對 蛤 我覺得我剛剛懂了 反正你畫了之後 我又不懂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把那個電線給 在這個狀態之後呢 他是不給電的 之後 在這個地方 是不給電的 我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好 我們剛剛不是講過了 在這個時候 假設他在這個 正在這個時候 我給電的時候 他到底這樣正轉還立轉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不給電 啊這個 他不是給電 他不是去往這邊 但是我如果說 把他再轉一點點的話 轉過來一點的話 是白色的碰到 有看到嗎 我把他轉一點點的話 我轉一點點之後 是白色碰到他了 紅色碰到他了 這時候 給電的時候 會變什麼情況 這邊就變N嘛 那我們剛剛 這邊不是N嗎 這邊是S嗎 他就開始有推的力了 正的時候呢 他反而沒有推的力了 正的時候 就剛好七道的時候 他事實上沒有空電 有聽懂嗎 他正的時候 他沒有空電 因為他沒有切除到 當他轉一點點的時候呢 白色碰到正底 紅色碰到腹器 他沒有空電 你會轉 轉一點點 我可以先上 轉一點點 但正常的吃點 他只有三個極性 不是兩個極性 三個極性 三個極性 對 正常的碰到是三個極性 就是他的極性 就是他的極性 是有三個方向 三個方向 他可以確保說 我永遠有一邊 沒有給力 但是一邊是7 一邊是推 轉一點點的時候 他就另外這邊沒有作用 另外這邊沒有推 另外沒有推 需要他一個極性 剪刀石頭布 一邊 一個照照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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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大 你會睡覺 你會不會再說 你會不會再說 你會再說 好 沒關係 這個三 正常的馬達 我等一下下個差一點點 但是我先想一下 這是不正常的馬達 不正常的馬達 不正常馬達只有兩邊 這兩邊是讓你可以正轉力轉 你如果轉一下是正轉 他就開始正轉 你就 一般來講 你要找到這個馬達 剛剛好 他的軸心 是在正中間的肌位 高不高 不高 任何時間 他都不會剛好在正中心 因為這機率很小 可是讓他偏一點點 因為我這個時候 馬達是這個方向的時候 我要通電 他就開始這個方向旋轉 如果這個馬達一開始 是這個方向 我會通電 因為他就會這樣旋轉 懂我意思嗎 這個馬達 現在這個馬達是這個樣子 所以 當他偏一點點的時候 他白色的機在正前 對不對 紅色的機在附電 我電流方向 變這個樣子的時候 就一直N-起 他就開始旋轉 轉到這個姿態的時候呢 轉到這個姿態的時候 是不是變成白色的 在這邊 紅色的在這邊 對不對 讓持續給電 紅色的是正來附 紅色的是出來 在這個時候是出來的方向 所以你看 紅色放到附的 是這個方向 所以 他不是馬達往這邊這樣轉 所以他應該是 那個搖 排座應該是先放到解 對啊 馬達往何邊轉 馬達你不是畫馬達往 沒有馬達往這邊轉 哦 是這樣轉過去的 好 是這樣轉過去的 OK 所以白色的方向 他繼續給電 就是他繼續吸引力 對不對 然後到這個方向的時候 會怎麼樣 又沒有封在一起 但是白色在下面 紅色在這邊 對不對 他沒有封在一起 所以這時候 他沒有所謂的 他就不會吸在一起 對 對不對 再往這邊走的時候呢 改成 紅色的 等一下 他已經有他的動力 還是不會再走 他會 沒有動力會怎樣 沒有社會的情況是 萬星 萬星運動 所以去總結算 對不對 所以轉在這邊 你看 紅色變成碰到陣鏈 紅色碰到陣鏈 是不是 本來 是n的地方 變成s了 是不是 本來是n的地方 變成s了 跟這個n跟這個s 他就變成有吸引力了 是不是 這邊有排斥力嘛 這邊有吸引力 他就把它吸上去 然後 對不對 這區域旋轉 這區域旋轉 所以他這馬達是這樣 四個情況 是這樣子 這是我一般講的馬達 我現在各位做的是單級馬達 單級馬達不一樣 單級馬達就是一個G 一個G就是它是有 像是兩個磁鐵對不對 這邊有個磁鐵 n跟這邊 這邊有個磁鐵 s跟這邊 這是兩個磁鐵 單級馬達只用那個磁鐵 那它一樣會旋轉 好 這邊可以做 等一下現在兩個再做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單級馬達怎麼旋轉 然後解釋一下 我這邊要請周一解釋一下 第二個 十二題是講 我現在都解釋這個 十二題是講說 只有馬達要怎麼旋轉 OK 這樣有概念嗎 課本大概有更清楚的 對吧 我現在解釋它運作 好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下課 還沒有下課 十三題就是 我們學聯 這兩天跟我講 他想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要用 我們要用那個 喇叭 用電磁鐵做個喇叭 好 我以為是 只有一個喇叭 然後喇叭 然後就把血夾的腳 就變喇叭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薄膜 薄膜呢 我們在正中間的位置 黏上一個線圈 好 黏上一個線圈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靠近的磁鐵 好了 我如果給這個線圈 這個方向的電 比如說這邊是N 這邊是S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它不動 它不動 為什麼就把它吸出來 它會吸出來 不是不動 它把它吸出來 我給的電流越強 會怎麼樣 吸越多 吸的越多 這個膜就會靠近來 對不對 假設這是平的 膜會被吸出來 好 反過來如果反過來點電 我把電流法子給附電 就給真電 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變N 對不對 這邊變成N 這邊變S 它往這邊吹 就是吹成這樣子 對 所以我給電 是正負正負正負 這樣給的時候 它就是 你怎麼這樣給啊 怎麼這樣給啊 要靠電訊 我們不是耳機的那個 訊號線出去的時候 你給就是可以給強弱 我可以給 怎麼給啊 你的音量大一點 它就是正多一點 這個電壓力大一點 你的音量小一點 我會說 這個電壓力小一點 甚至可以逆電壓 甚至可以逆電壓 所以要怎麼逆電壓 你怎麼逆電壓 這是電路設計的問題啊 電路設計上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就像我們現在在做Arduino 你要可以控制 你要給電的方向 你可以控制給電的方向 控制給電的方向 可以說 我那個節奏的大響 節奏的快慢 我去給適當的正負 適當的正負 適當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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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適當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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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他們會講到 這是電流 這電流就是剛剛那個 關於講的 電流通通大小 當我這個講話的聲音 震動得很快的時候 這電流會變得很大 講話聲音很小的時候呢 電流會變得很小 它只會跟我的頻率有關 還有震動大小有關 OK OK 是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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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